大家好,我是小和 前段时间我来爬山,然后发现了一颗土芙苓 你看,这颗好大 看它这条藤,这么粗的 最低都有20年以上的 你看 你们看一下 它的根部就在这个位置 跟这条是同一个位置的 它的叶子是这样的,土芙苓 这棵它的叶子蛮小的 有一种,它比较大 来,现在我们挖了 哇,你看爬的那么长 爬到上面去了 哎呦,哎呦 在这里面还有一颗 你看,在这边还有一颗 哇,两颗靠在一起的 把它弄开 你们看,这条藤 这条藤啊 这条藤啊 这条应该是主藤 这条藤那么长 我刚才拉过来了 我刚才拉过来了 这条藤那么长 然后这边还有一颗 你看 也是挺大的 先挖这颗吧 这条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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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在这条藤 这是 好 好 足装 来 不会刚有这么小嘛 平常这棵它陷进去很深的 最低都有这么深 那个土芙苓有这么深 怎么这棵那么少呢 挖那个挖你脚下那根 刚才看了一下 那个收了一下 这棵是铁线连来的 不是土芙苓 土芙苓好像是单叶的 好像这种药用价值也蛮不错的吧 继续挖这根 哇 竟然有这么一种根啊 它的根这种也能做药的吧 它的锅在这里 在这里它的锅 跟上面这个一样 跟上面这个先把它带回去吧 现在把它收拿回去 放到袋子里面去 这个铁线连 要是铁线连的话 它的叶子还有这个根筋 还有它的根部都集权了 好了 我们回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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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